北京时间1月4日 WTA250莫尔本夏季系列赛 第二战女双首轮比赛展开争夺 赛会头号种子张帅斯托瑟出战 两人的对手是俄罗斯组合扎拉米泽拉克希莫娃 经过了两盘比赛的激战 张帅斯托瑟横扫对手晋级 顺利迎来赛季开门红 首盘一上来张帅斯托瑟化解三个破发点爆发 随后两人破发取得2比0的领先 第四局张帅斯托瑟再次破发成功 取得了4比0的领先 扎拉米泽拉克希莫娃在第五局完成破发 随后两人爆发追到2比4 第九局张帅斯托瑟再发球胜盘局 连下4分爆发 6比3赢下首盘比赛 第二盘张帅斯托瑟一上来就破发成功 随后两人爆发取得2比0的领先 此后双方各自爆下发球局 第十局张帅斯托瑟爆发成功 6比4赢下了第二盘比赛 最终在一场耗时一小时14分钟的比赛当中 两届大满冠冠军得主张帅斯托瑟 以6比36比4横扫扎拉米泽拉克希莫娃 迎来新赛季开门红 顺利继身女双第二轮 第二轮比赛 张帅斯托瑟的对手将会是亚当萨克 韩星运以及日比叶蔡旭罗索斯卡之间的胜者